海水退了就知道谁没穿裤子 对吧 是不是这样子啊 怎么他的人都没穿裤子呢 那你就觉得 这个人的隔缘有问题 那我们就每三个月 我们要去检验他 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在家里啊 烧菜煮饭 或者是看电视滑手机 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事情 靠的就是记者 他就挖掘真相 他不是拿钱讲真相 拿钱不可以 是挖掘 他要有这种人民第四权这样 这个就让你决定了什么 决定了在你的道德当中 你越来越清楚 原来法律不等同道德 法律 我说翻邪归正 那个邪 地位也不等于正 那正跟邪怎么分别 来了啊 要分别邪正 原来有时候不能靠 新闻记者那瞎掰 对吧 有时候我们被蒙蔽 虽然我们拥有一个 判定邪正的意志跟渴望 可是有时候我们被误导 对吧 这第一种 第二种 我们也会迷惑 迷惑怎样 这件事情到底对还错 比如说昨天有人问说 国民法官 万一判人家死刑的话 这怎么办 因为佛教不慈悲吗 慈悲 你就国民法官 因为现在 你说你不干法官OK吗 因为我们就平民百姓 现在已经有国民法官 那会被点名 会被收到一份公文 然后他说你身家清白 那么你家几代都很清白 然后他给你说你要不要来做国民法官 有个大案子 请你来帮忙 那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万一你 你就说对跟错 可跟不可 第一没人教 第二你的为了成佛 导归佛性这件事情 没有办法直接给你立即性的答案 你就迷惑了 所以说反归佛性是我们的目标 但是我们的手段叫做反邪归正 那怎么叫做邪呢 我们很简单的说 犯法叫做邪对吧 有时候连那个法都是 本身就是邪 本身就是邪你知道吧 因为怎么可能 有可能啊 我说过了 政治人物在定法律的 特别是立法委员在定法律的 是吧 那立法委员很可能 他是人啊 他不是神啊 对不对 他有没有道德 我们相信他应该要有道德 我说应该 很大部分 这样所有录音进去就不好听 你们自己对号入座就 他们很可能受限于现实 所以他的立那个法呢 有时候不是纯粹以道德 或利益来考虑 它是以什么呢 它是以政党价值 或者利益买卖交换在定的 你不能说他绝对错 但是他的手段 所制造出来的法律 我们不觉得是对 对吧 所以说第一道 反邪归正的那个邪 我们可以说是 不要犯法律叫做邪 叫做正 对吧 但是也不尽然 这样懂了吗 作为一个佛教徒 要很细心的思考生命的医治 我们不能够就相信法律 法律是认定的 有没有道理 那第二层呢 好了好了 那这样法律是认定的有问题 那道德总可以吧 道德 你在家里你会叫你 你爸爸叫做 你妈妈叫做王丽花 比如这样讲 你回家的时候说 嗨 王丽花 我回来了 你会吗 不会 你会不会 可是美国人这样做 是不是这样子 而且他们说为了尊重爸爸 为了尊重爸爸 那爸爸呢 叫做四等念 叫四等念 那我为了尊重爸爸 儿子成名字叫做等念二世 有没有 有没有 中国人说 几会啊 夭壽哦 你把你爸的名字拿来用 有没有 我们要避讳先父之名 对吧 是不是这样子啊 他 我们认为有道德的 他认为 我们认为没道德 他认为最有道德 对吧 爱我们阿爸 就要怎么 把我们阿爸吃下去 你知道吗 非洲有一个种族 他们非常讲求孝顺 他们认为爸爸妈妈往生了 放在泥土里会怎样 被种吃啊 会不会 会啊 用火烧 啊 会惊啊 懂吗 所以 那放在保险柜会腐烂吧 放在冰柜会停电啊 也不行啊 怎么办 最好的储藏方法 把他吃了 真的吗 非洲有个种族 爹娘往生 最好的孝顺哥 爱你的关系 我爱你 爱他想把你吃下去 有没有 人家是真正实践这句话的人 爱情爱到深处想吃他 他真的吃下去 没骗你啦 真的啦 非洲的种族 我觉得 回归大自然 不行啊 让他烂掉 吃进去就可以回归大自然 懂吗 你懂意思吗 怎样 我泥中有你 你泥中有我 有没有 终于爹娘的DNA 进入我的身体了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嘛 他说可以 是啊 这是人家的道德 我觉得听起来也蛮对的啊 是不是这样子啊 你若不敢吃 那你若母呢 爱死去啊 当然 不像剩余价值啊 我为了要常常跟他苍乡左右 把他吃进去不是 有什么错 对啊 真的啊 真的有这种文化啊 只是因为人类习惯吃猪肉 不喜欢吃人肉 所以说他就不想 没有这种引导成这样 所以注意 道德 是基于文化而存在的 美国人叫他爹 叫做John 对不对 儿子叫John二世 回来的时候呢 仲来仲去的 很好啊 这是有道德的 我们看 啊 要求啊 不好 还有 西方人认为 儿女是上帝造的 你生儿女 是替上帝造人 请问 主权在谁 你儿女的主权在谁 在哪里 在谁啊 God 上帝造万物啊 对不 是不是这样 你生儿的儿子 道德是你儿的 比较多 还是相帝的比较多 华人一定不想回答 想说相帝 相帝是你的道 那是你的道德 你的文化是怎样 因为华人文化里面有上帝造人这件事 女蛙造人 有没有 有没有 谁甩她啊 几个人在拜啊 对不对吗 我们不是有神话女蛙造人吗 有 泥泥泥泥的 有没有 这跟人家圣经讲的一样 也是用土 做一做 然后用吹的 有没有 他只差一个没有吹这样而已 不过我们女蛙更厉害 造完就是 就是人了 连吹都不用吹 不用吹 不用拿你去吹 你听懂吗 不是那个吹 你懂我意思吗 我们也造人啊 华人没有 不太在乎造人这件事 华人认为 儿女的主权在父母 这是我们的道德感 所以孔老夫子 崇拜什么 叫我们崇拜血缘 要拜祖先 对不对 而且很特别哦 很特别哦 那个阿嬷老人痴呆 一死了之后 什么都知道 你就拜他了 你懂吗 然后你是怎么拜的 你不会只有拜他而已 你要拜什么 阿嬷你来保庇 保庇我会打资 保庇我身体健康 保庇我爸爸会贪质 有没有 我们拜阿嬷不会只有这样 阿嬷你来吃饭 没有 我又叫阿嬷怎么 加倍我们 有没有 我们把血缘 转成了神格了 注意看 有没有 你觉得 你阿嬷 活在的时候 老人痴呆 死去 变什么都知道 变神 你怎么有感觉怪怪 死人比较大 你听我的意思吗 死人比较厉害 现实 什么就都有啊 有没有 是不是这样子啊 这就是华人文化 其实仔细分析起来很好笑 没道理 但是大家都拜成这样 不拜好就不好 拜了好就优好 这叫道德 所以道德有时候是很怪异的 它是有目的的 它是被创作出来 为了要稳定社会用的 不杀不道不赢 那道德没问题 那叫做共道德 鲜艳性的道德 你可以好像觉得它对 但是有些道德 其实是有怪怪的 了解吗 看出来了 所以啊 佛教就叫绝 你懂吗 很多师父不敢跟你谈这个 这师父怪怪 都讲的怪怪 是这样 一下谈什么历法 一下谈民主 都没有你谈成佛 其实我就在谈成佛 我怎么没谈民主 我怎么不谈成佛 我偷偷微微都在谈成佛好吗 我们是活在人间 要把人间的事情给搞定 人成才能佛成啊 做人都糊里糊涂 然后笨笨的被这种 怪异的法律 所谓的道德 蒙蔽了我们真正的心灵 这哪叫绝啊 这样 我听到 是不是这样 所以你在那边皈依 真的有赚到喔 赚到一件什么事 赚到我启发了你 思考人生的心灵象